在我在结婚之前 什么都是以我为主 然后呢 每一次只要我 出去要工作的时候 那便当里面都摆好了点心 摆好了饮料 自从结婚之后 这一切都变 每一次我回去 提了大包小包 希望把吃的 喝的 让他们吃喝 每一个人都瞪我一眼 你怎么这么浪费 买这么多东西回来干嘛 那我心里就很伤心你知道吗 我特别去买的 然后呢 他们在聊他们的也不理我 我就回了房间 然后我说你们就不当我是一回事 好歹我也是一个父亲嘛 这突然之间 有啊 就父亲那天是父亲 对啊 完全不见一毛父亲 就有回答了 我说我这样空气一样 他说你当空气真的是 非常的重要 人啊 什么都可以没有 我听了我觉得 很开心哦 好高兴哦 很重要哦 甘之如鱼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其实我知道 这句话真的蛮好用 你只要不在乎一个人 不想理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用这句话告诉他就好了 最重要的是说 当我们忽略人家 人家跟我们叫 说你帮我当空气啊 我们就要想回答 空气很重要 对 所以我每次常常有时候 帮人家去证婚的时候 我就讲 夫妻之间就像是 琴上的弦 哦 调得太紧的时候 弹奏的时候 弦会断 如果调得太松的时候 又谈不出美妙的乐曲 可是等到两个人都觉得 可以调得刚刚好 松紧适中的时候 可能也找不到 抚琴的人了 已经清明节了 对不对 OK 所以呢 其实老婆在 河东示吼的时候 请问你们当时 都是怎么处理的 视而不见啊 听而不闻啊 就是ignore 就是忽略 我们处理啊 对 你们都是忽略 你们都是忽略的 把自己变空气 先安抚自己的情绪 哇 可是有时候其实会 河东示吼 就是因为觉得 什么事情都要我处理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 很深有体会 很多 很多女人都会有这种感受 对不对 对 那男人就出一张嘴 叫你做你又不做 人家做你又闲 对 这是最讨厌的 真的 那男生就认为说 那有事不能好好讲吗 小事也发表 小事 再讲是小事 在我们已经是本机很久了 对不对 对 快要爆炸了 所以针对这个状况 依依出来 好 跟Stanley 因为刚刚没有讲完嘛 对 气不顺嘛 对不对 叶回合来控制的 是连绷都没用 只能碎念旧雨攻击的 河东师依依 财新婚不久的她们 究竟有多不满对方 婚前主动 婚后叫都叫不到 莫名其妙的习惯 好心帮忙要被你糟蹋 有时候她 不贴心到一个 让我觉得 她是故意的 所以我已经 其实对她的心理 已经慢慢有恨产生了 例如我觉得 人家本来就说 怀孕尽量不要提重物 这样对小朋友比较好嘛 所以我其实 从怀孕开始 我就每天跟她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提东西 你可不可以帮我提东西 每天讲哦 结果讲了这样一年下来 我发现 她没有一次主动帮我提 每一次都要我开口讲 其实讲到之后呢 我后来就觉得说 那我就干脆不要讲 因为我觉得 她是故意的 讲到最后 我已经觉得这个人 根本就是故意在 挑战我的极限 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就 其实并不是 你看 在我们婚 不论是婚前或婚后 其实我都很多次 给你主动提 说我帮你提 我帮你提 结果就说不要 你说不需要 我自己提就可以 婚前不需要 你会觉得怕重 怕我拿得太重 不让我提 但带这些东西 就是她的习惯啊 对啊 女生出门本来 就是要这些东西啊 不然她也可以主动跟我讲 不是 我不是嫌重 而是我是觉得 有没有新的问题 因为怀孕 有时候真的不能提东西 有时候甚至买东西 好 等一下 我还没讲完 我觉得你不提 就算了 我也没有强迫你的意思 我后来就不强求 我连问都不问 但是我觉得 这种人 我就算我还可以容忍 我就当他是一个 不想帮忙的人 可是我觉得最过分的是 他不帮忙就算了 他居然会常常走路走走走走 走到爬楼梯 爬到家的时候 门口要进家门的时候 突然回头问我说 要不要我帮你拿 我就想说 你是在演哪出啊 你是在演给长辈看的是不是 就是我在想说 你是不是在计划什么事情 是不是 想要进家门前 帮我拿着东西 进去给长辈看说 你有帮忙 还是怎样 要不然为什么 每一次都是到了家门口 才突然回头说 诶 重不重 要不要我帮你拿 我真的觉得 提中间中 提中 提 帮你提包包这件东西 是一定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是 应该是你要 暗示或提示 而不是说 为什么 有一次你进去都要帮你拿 我都家里不要拿 你硬要拿 然后你拿不动 你又不告诉我 然后你在那边后面 事后跟我讲说 诶 为什么你不帮我提 我会觉得非常的 很夸张 还有一次 你最近会喜欢泡茶 在家里会泡茶喝东西 可是他喜欢是 喝完三分之一 后放到那边 当他口渴的时候 他就会拿一杯新的杯子 再泡过一杯茶 他最夸张的时候 在厨房 放在每个角落 放三个四个杯子 然后里面都只有三分满 然后我 有时候我就看不过去 我觉得说 你喝完嘛 你就放在那个水槽里面 为什么你不放在水槽里面 然后我就好心 把它全部放进去 就是放在水槽 因为我泡了 我会习惯一起洗 结果 我才弄完之后 回房间 躺下来 你知道他怎么样吗 他躲开 就拍门说 诶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知道我最近在喝那个 发奶茶 那一包多贵吗 你为什么直接拿去洗 你这样子可以吗 这是事实啊 事实 对 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 已经放一整天了 已经放一整天 你又不动它 为什么每一杯喝三分之一 因为要看 其实我是在看时间的 因为那个发奶茶 它就是 它可以回充 但是当你要挤奶之前 我就会喝新的那一包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 挤出来 那个奶量是最多的 所以我挤奶前 我会喝新的那一包 但是 只泡一次 我又舍不得丢 因为那个包装上面 写说可以一直回充 所以我就会用 给他放着等没事的时候 有时没事就给他冲来喝 这样 个人行警的 佩佩就不会这样 我觉得 谁说的 你要知道了 我们两个双胞胎是一样的 好不好 这是 这是当了老婆的节省 你都不懂 你为什么不用一个杯子 直接在加薪的 对 那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个旧的 都放在同一个杯子 你这样子 你是到处都有杯子 对不对 这是不是事实 是 可是有时候杯子里面 装的不是一样的东西 譬如说 我有时候会喝其他的茶 有时候喝奶茶 有的时候是喝其他的饮料 你又不能把它混在一起 所以当然就是一个一个杯子 因为我要看时段喝东西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到底 Stanley 做事情有没有那么认真 因为依依这边有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爹地 爹地 蛤 我在叫你耶 我在忙啊 所以你有听到 你是故意不怀我 怎么了吗 我要跟你说 你奶瓶慢慢洗 不要洗这么快 我怕洗不干净 我没有洗不干净啊 洗得很干净啊 可是你洗超快的 我看你穿个奶瓶 大概也两三秒钟而已 洗快要不带有不干净 你问我可以不要洗个奶瓶 我洗得很干净 看干净就睡睡眠好不好 那压力很大 可是 因为你每一次都没有做好 所以我才能一直念 那你要是一次就做好 我就不会一直念啊 你洗得 你认为洗得比我干净 不然你来洗好不好 哎 你讲三个话 如果事情做得比较好的人 就要做比较多的事情 那我要让事情做不好 那我要让事情做不好 中文字幕——YK